大家好,我是阿姨,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鸡片如何做才能滑嫩又好吃 首先准备Gpro300克,我们改刀鸡片 片的厚度在2毫米左右 切好的Gpro我们放到大碗中 我们把这个Gpro提前腌制一下 首先我们加入食盐1克,白胡椒粉0.5克,黄酒10克 再打入一个鸡蛋,下面把Gpro抓拌均匀 这样腌制出来的Gpro吃到嘴里就不会发柴 抓拌均匀后呢,我们再加入少许的淀粉继续抓拌 抓拌到Gpro吸饱汁水的同时呢,感觉到发粘位置 最后我们放入少许的花生油 抓拌过后腌制上15分钟左右 准备一个番茄,把表皮划开几刀 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这样的番茄的外皮呢,就会比较好撕 撕去外皮的番茄呢,我们取掉根地后呢,改刀切丁 切好的番茄丁呢,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大蒜准备几个,改刀切磨 切好后,我们也放到盘中备用 一小盐绿胶,改刀切丁 切好后,我们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呢,就开始具体操作 起锅,倒入花生油,油要多倒一些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我们放入腌制好的Gpro 滑炒到汽油变色后呢,我们就控油捞出备用 再次起锅,放入少许的底油 下面呢,加入100克的番茄酱 滑炒出香后,我们倒入蒜末 炒香后呢,我们紧接着倒入切好的番茄丁 翻炒后,放入蚝油少许 再加入白糖5克 中火炒至均匀 炒至均匀后呢,我们倒入鸡肉 再次翻炒10秒左右 下面呢,我们倒入绿胶丁 点入少许的花生油增量 翻炒树下后,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一道番茄滑鸡片就好了 酸甜是口,孩子特别爱吃 你学会了吗?更多加上菜,请收藏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你们不同的美食分享